新北市动物长期照护服务机构认证辅导办法 已经在111年9月7号发布 动宝处每一年都会邀请动物医院 以及宠物业者办理长照课程 推广加入长照服务机构 取得特定宠物长照认证牌 目前申请长照机构获得认证的数量是全国之最 而新北市动宝处记证证顺者表示 只要自家宠物罹患慢性病 残疾就能申请宠物长照 新北市政府为了打造动物友善城市 那提升毛宝贝生活照护的品质 以及为了推动那个宠物长照的医疗 特别依据我们的新北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 订定新北市政府动物长照机构认证及辅导办法 然后以照顾就是包括罹患慢性病 然后以及残疾或者是高龄的毛宝贝 郑顺哲说并不是任何宠物机构都能够申请为长照机构 必须符合动宝处的条件 其中包含长备急救药品 24小时监控设备等等 并且动宝处会到机构进行查核 保障世主和宠物的权益 让世主可以安心将毛宝贝们送到持有特定宠物长照认证牌 备有完善设备及专业招呼人员的长照机构 我们审查及认证的标准 长照机构就是需要有长辈急救的药品 以及急救的设备 以及包括清洁消毒的设备 那另外还要有24小时的监视露营 然后另外犬猫的部分是要分开住宿 然后每10只犬猫需要有一位照护的人员 然后另外我们的监视露营是要保存两周以上 然后那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要详实记载动物的基本资料 以及每日的动物照护记录表 动宝处表示 虽然照顾年迈的毛宝贝需要投入心力 但透过动宝处的协助 请世主务必要陪伴在毛宝贝身边 共同守护照顾他们安度终老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道